香港現在可見有兩個惡性循環, 第一個惡性循環涉及香港人爭取民主決心, 和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手法, 過去那麼多年香港人一直不斷爭取民主, 你見到由早期我們用合法遊行方式爭取, 到2013、2014用公民抗命, 到魚彈2016年有些示威者用一些比較暴力方法, 到19年反送中運動就和理同行, 又有和理非又有勇武派, 你見到抗爭的手法一路走向激烈, 但同一時間你見到為何會那麼激烈呢, 就是因為中共對香港爭取民主打壓程度, 如果我們記得在2003年當時還用大遊行方式和平方式, 合法方式爭取民主, 但之後見到中共押後引入普選時間表, 分化民主派, 所以才會出現13年佔中運動雨傘運動, 又講公民抗命, 但公民抗命結果什麼呢, 引出了831, 即是17年普選特首方案基本上是篩選, 又進一步打壓, 經過一段時間似乎是低潮, 但當它要再進一步用逃犯條例, 刺激反送中運動又進一步更激烈, 你見到這就是一種內部惡性循環, 簡單說內循環, 就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加態, 然後中共就會打壓增加, 但香港人無放棄, 你看到那麼多年來無放棄過, 越壓反而越堅定, 而且會改出更激烈的方法, 它又再進一步打壓, 我們又再進一步更激烈, 現在就是這種內循環裡面, 到反送中運動大半年, 然後爆發疫情, 到現在街頭好像靜下來, 少了這些示威, 譬如有些人在商場喊口號, 都可能只剩幾個人, 好像是靜下來, 但我看過去你看到一定是一個高潮之後, 然後會有一個較靜脈的時間, 但下一波再爆發出來, 只會比上一波更厲害, 你見到03年之後到13、14、19, 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規模更大, 所以可以期望, 我想在內循環的規律, 你見到下一波會更激烈, 你都想像到當反送中之後, 它用國安法空前打壓, 這樣壓下來, 香港人我相信不會放棄, 所以下一波爆出來只會更厲害, 因為國安法打壓比以前所有打壓都更厲害, 你可以想像接下來的爆發會怎樣, 這是內循環, 外循環以前未有外循環, 外循環就是中共對香港針對民主運動打壓, 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壓, 這是外循環, 其實以前香港民主運動, 我們一路希望啟動到外循環, 就是透過香港民主運動引起國際關注, 然後國際社會會當中共施壓, 這應該在國安法之後已經啟動了外循環, 以前國際社會, 例如英美, 關注程度都有限, 但現在不需要有什麼人走去, 我都在這裡不是邀請外國來干預, 給支援香港不用, 因為已經啟動了外循環, 就是國際社會, 尤其是英美歐洲國家這些民主國家, 它看到透過香港發生的事, 它更加明白到中共的本質, 即是明白中共不是他們想像中只是做生意的做法, 而是背後那種專制擴張的意識潛藏在, 現在暴露出來, 尤其是在香港展露出來, 所以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已經調整了對中共態度, 所以中共越打壓香港, 在香港國際社會尤其西方自由民主世界, 對中共的施壓就會越大, 它越增加打壓力度就會越大, 這對中共本身的壓力也會增加越大, 所以我們有一個內循環, 就是香港的民主運動和中共對香港的打壓, 民主運動的打壓, 外循環就是中共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打壓, 和國際社會的施壓, 這兩個循環其實有一個交接點, 交接點就是中共自己, 就是中共和它代理人在香港的特區政權, 這兩個循環之間不斷在展動, 其實追成最大壓力應該是最中間的點, 就是那個連接點就是中共自己, 在香港它投入很多資源想去壓制香港的抗爭力量, 但其實越壓制反而越過反抗越大, 也因此啟動了外循環, 外循環又向它施壓, 而向它施壓可能它的反應就是, 我不行不理你, 我加大些對香港的打壓, 但加大又會產生, 香港的抗爭又會提升, 又會有外面的增加壓力, 變成一路其實就是中共它自己不斷承受一種 內部和外在壓力, 如果在外在壓力下, 譬如在貿易方面封殺中共, 它要在疫情之後復甦其實都是更困難, 它更困難的時候, 可能在香港內部又會產生更大不滿, 連原先可能藍絲都不滿的時候, 它又面對更大, 唯有再壓下去, 就是一種內外兩個循環的一個膠剪之下的情況, 這個情況我相信會延續下去, 直至要是隨便一方放棄它原先的態度, 要是直接斷裂了, 否則會延續下去, 現在其實是考驗香港的抗爭運動的韌力強些, 還是中共抵擋到內外的壓力的韌力強些, 看誰頂得久,到達頂不住就放棄, 但現在看哪邊先放棄或哪邊先斷裂, 現在在一個這樣狀態裡面, 都不知道還會延續多久, 但看來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和經濟現在那麼差, 其實真的可能破局時機都不會太遙遠, 可以這樣講其實就是一個攬炒概念, 但亦都是為何會出現這個攬炒, 其實是由中共它自己透過立國安法而產生出一個, 原先攬炒的安排透過35加, 其實新政會攬炒其實會延後到起碼一年之後到2021年, 即假設民主派真的拿到35席以上, 真的會出現攬炒其實是去到2021年, 所以其實本身我們都預了一些空間給中共做回應, 但其實它自己等不及, 它在5月開始立國安法, 它想制止一個35加, 但其實當它這樣做就啟動了外循環, 外循環已經是因為它這樣做, 原先民主派要做這件事都要等很久才可以發揮外循環作用出來, 但現在已經產生了,是它自己令自己陷於一個更艱難的局面, 所以為何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 現在反而可以暫時處於一個可以比較一個靜點的時間, 不需要太過再去做衝擊性行為, 因為已經產生效果, 現在看一路內外循環, 看你的力量壓力足夠大就產生效果, 反而我們現在要做好準備功夫, 怎樣去準備好如果出現破局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收拾殘局的情況, 我們又不是特別要去做任何事, 現在因為件事已發生, 我們在看著,仍然很警醒地看著, 不是甚麼都不理, 我們都可以做多些準備功夫, 包括可以多些支持民主改革, 支持法治重生, 大家坐在一起大家談談我們想的未來是怎樣, 這就是我提出來的所謂拉薩路計劃, 一個全港性商討, 重點不是再講我們的政制是怎樣, 我們香港地位是怎樣, 這些其實已講太多不需要講, 我們反而講我們想將來香港社區是怎樣, 我們想將來香港教育政策是怎樣, 我們想香港將來醫療制度是怎樣, 我們可以講一些未來的事, 我們不會碰那條紅線, 但亦可準備我們, 亦透過過程讓香港人更掌握民主文化, 就是我們有聆聽包容尋求共識, 掌握這種民主質素。